接着我们就要来看我们怎么去算做工有多少 我们要去算做工有多少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教过的功能原理 公式写作W做工等于Δ1 Δ1表示能量变化 我们就是动能的改变或者是未能的改变 到目前为止历史上只出过议题 同时有动能改变跟未能改变 其他题目要嘛就是动能改变 要嘛就是未能改变 我根据他的动能改变多少 或者未能改变多少 就知道做工有多少 就是利用所谓的功能原理 做工的结果就是能量的变化 做正工能量会增加 做复工能量会减少 用能量变化来算做工 第二种就带回去我们的公式 W等于F乘X 有施力有位移相乘就是我的作工 但注意力跟位移要怎样 互相平行 如果没有平要找到平行的量 如果没有平要找到平行的量 他还能够带进去 所以利用公式W等于F乘X算做工 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我去求做工有多少 好 注意力跟位移要平行 然后如果同方向就做正工 正正会得正 负负还是会得正 那么短方向就做负工 正负会得负 负正也会得负 这就是我们跟各位说的方法 两种 一种利用功能原理 一种利用作工就是力量成位移 来看一看 这里有0.8牛顿的外力 质量0.4公斤水平面上 每秒一公尺等速度 摩擦离地 拉力除去之后要滑几公尺停下来 这个题目可以用以前的方法解决 可以用 以前就是有力 有力有质量就有什么 就有加速度对不对 然后因为等速表示摩擦力跟外力一样大 外力一样就是摩擦力有多大 然后你有加速度 然后就看你有出处 看你滑几公尺停下来 所以你可以用以前第一次断考的东西 就可以算出 它要滑几公尺停下来 那如果我们不要这样做 我们回到做工来做呢 摩擦力0.8牛顿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有施力0.8的时候等速嘛 表示合力等于0 所以摩擦0.8牛顿 然后呢 做工就是能量变化 这一题是动能的改变 原来有速度 后来没速度 而做工的方法是力量成位移 所以一个是做工的方法 一个是做工的结果 结果叫做动能有变化 方法是力量成位移 当然这两个会一样嘛 对不对 都是做工 所以 第一个是能量变化 动能变化 莫动能是0 静止减出动能 2分之1mv平方 就要等于我的力量成位移 所以W等于调查1 然后呢 就是做工的就是力量成位移 就是方法叫做力量成位移 结果就是动能改变 莫动能减出动能 动能怎么算 2分之1mv平方 好 所以 后来的速度是0 就是0 减降开始 2分之1 质量 0.4 速度11的平方 要计量平方 就是 右边就是动能改变 OK 莫动能减出动能 左手边就是力量成位移 我为什么就给你多个负号 因为我知道他做什么工 复工 因为方向会相反 模特地做复工 所以我多个负号 你如果这里负多负的结果这边负的 就是负的能量变化 能量减少 OK 然后就后面就数学 算完就好了 给答0.25公尺 不用回去我们古时候的什么加速度 速度 位移去算 我用我的功能原理加上我的做工就算出来了 做工的方法叫做力量成位移 做工的结果就是能量改变 动能改变 或者是位能改变 我就可以求出来 就是让各位能够熟悉 OK吗 OK